送無人機到金門的公司叫中立 成立2018年我剛剛查了一下 地點在福建泉州 跟華南理工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 開發生產定製用途的 懸疑無人機 這你要稍微謹正 一個大學都可以搞這個東西 實在是 好吧 郭力雄 剛上任改革了七項軍事事務 哪七項 取消刑事主義 傳統刺槍 廢除官兵休假 互助回報 出國可以自由行官兵 防美軍用接觸機密辦安全調查 而不是暗冷的階級 取消官校的聯兵旅提政部 戰役作戰跟戰術成績回歸 参謀總長 這是國防部長的新的七項 新的這個措施 通通回到戰訓本物 傳統那個刺槍 不要了 現在還搞什麼短兵相接 還有什麼刺槍 早就殲敵於千里之外了 官兵休假以前要回報 休假以後要打電話回來 說我現在在什麼地方都還平安 沒有什麼事情等等 部隊很怕這個兵出去出事 所以他就希望你回來報一下 有事能夠趕快處理 李文聰說他這個減法思維非常好 民眾當然反應兩極一定 尤其當過軍人的一定反應兩極 是為了討好軍人 國政黨說他將來還會增加伙食費 要讓兵爽 就是等於是討好選民的策略 增加伙食費 讓士兵吃好 店的少 休假休好 這有多爽 然後 這個民進黨議員說 還有還是有部隊 部署國防部長 還是要休假的時候要回報 因為剛開始命令下去 可能還不容易貫徹 不過軍方要貫徹我覺得也不難 只是部隊長他壓力很大 另外政府主管不得同時離營 現在也改變了 我覺得這個不對 我聽就是不對的 有些刺槍 刺槍體驗滿重要的 你不要看那個 體能訓練 不是要除了體能以後 你要打相架 你能靠那個東西 你看你當兵學的都是殺人 都是殺人就殺到要害了 對不對 一定打到要害 一定踢那個下腹 一定是打要害 一招就要你死 那是當兵 他就是這樣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那你說我不打這種短兵相接 什麼炸彈紅的另外一回事 但是總會有短兵相接的時候 你去看烏克蘭 俄羅斯線沒有短兵相接嗎 這個時候他那個 尤其到最後那個很近 撒 那個很近 那很重要對一個軍人 政府主管 他幹嘛一定要同時離營 就算一個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 一般也是說你留守一個 不要說兩個都離營 兩個離營你現在如果說 聯長副聯長都離營了 你就是他一個輔導長 營長副營長也就是他營輔導長 營輔導長他們震得住 我都很懷疑 他就是輔導 他不是這個作戰部隊 所以就問他 六八火七八火 到底是內行是外行我們看一下 已經確定有關於每天都要回報的那個部分 要把它廢除掉 也就是說有事再回報 國防部長顧力雄七號松訪官兵休假 回報規定以後改有事再回報 沒想到就在當天就有部隊拿出對策 陸軍花防部七號對官兵宣導 因部長取消回報政策 但配合酒駕防治以後晚上六點到晚上七點 官兵由夏至上回報機制取消 晚上七點後各時段上對下關懷機制照常實施 也就是說官兵不用對長官來回報 但長官很可能會打給你 顧力雄被民進黨議員質疑 鬆綁政策昂花一現 請外界不要誤解我們對於命令貫徹的能力 只是考量防酒駕是重點工作 所以上週五指導幹部 針對個別釋酒人員電話關懷 但在通盤考量後 未避免官兵混淆或誤解 在昨天以再次通令取消電話關懷 曾經是關懷嗜酒官兵 並非所有人 但或許部隊擔心 關懷名單中 遊人會在休假期間出包 違紀犯法 畢竟會先被電的都是部隊主官 因此不得不盯緊官兵休假狀況 舉例來說 過去義務役休假 通常晚上十點後 在外就要向班長來回報 而志願役則取決主官 對士官兵的信任 來決定何時回報和次數 這些政策顧立雄上任後 統統取消 部長放福利 也得看基層單位如何跟進 當然這幾個所謂的福利措施 有的在軍中得到一些認同 比如說我有朋友 他們在軍中在任職的 他們覺得可以自由行 出國可以自由行 這不錯 因為過去只能跟團 而且很多地區等等 都很有限制 這是OK 但是你再說 你再回來 聯絡群組報平安這件事情 坦白說有一些 有一些長官 為底下的一些士兵 放假之後外界的一些 奇奇怪怪的誘惑也多 所以比如說晚上吃飯時間 報一下 我現在在某某地方吃飯 然後晚上甚至就請十點鐘之後 告訴他我在哪裡就請 然後這些連輔導長會提醒大家 第一個 不要酒駕 出去不要酒駕 他們離營之前 像對一些新兵或新來這種 就職業軍人 酒駕的危險性在哪裡 第二個 不要吸毒 第三個 外面的朋友很多 一些奇怪怪的事情 不要碰 所以這倒不是說 為了什麼國家安全 軍事機密 而是為了軍人的在外行動 所以外面 如果一個軍人在外面 發生一點事情 整個連都被報到 家長也好 或長官也好 都要受連帶的一些責任 所以其實他們對這個 倒是要看得很緊 然後看得很緊 你說像剛才講 刺槍書 踢證步 其實我覺得那個算是一種 就是一種訓練 就是一種體能的訓練 你看那個黑熊學院 不是告訴我們說 未來會有巷戰嗎 不是 黑熊學院 還要去學什麼跆拳道 這種晉身防禦 如果相打之後 要怎麼樣來送集 現在那個沈伯楊學得不好 對 人生院會表現不好 他們在大學院校裡面 就遭受年紀人就學這個 那就是一個晉身搏擊 刺槍術等等 也是一個晉身搏擊 萬一真的發生巷戰 這些事情 因為美國也告訴我們 發生巷戰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有的OK 可以繼續維持 有的對於過去的 無端的那種限制 OK 但是我覺得不必都一味討好 一味討好 我覺得像那種回報制度 我覺得也算是一種 軍中內部的關懷制度 那種關懷制度我都覺得 某個形式下留下來 我覺得也OK 也讓軍中的長官了解一下 我底下這些 這些士官兵們 在目前的行蹤 放下的行蹤去哪裡 而且有沒有回營 有沒有該到的時間回營 像那個機制 他會提醒大家 假設這個兩個小時前 會提醒大家 已經6點要收假 還沒有開始要反營的 開始準備上路了 所以這個基本上 是一個關懷機制 不純粹就是說 為了管制大家的行動 我從一個沒有當過兵 對軍人的內部系統 指揮系統也不熟悉 也沒有研究過軍事策略的 外面的人來看 我覺得顧力熊這個新氣象 在這個時間點放出來 讓大家有覺得 平行時空的奇怪感慨 就是說一方面你民進黨 很喜歡打嘴炮 對不對 嘴巴的炮火攻擊 非常的強烈 然後一直的去挑釁對岸 激怒對岸 好 那你激怒了 對岸就會有相應的措施 所以當他來軍演的時候 大家也不怎麼很吃驚 對不對 因為你講了兩國論 你就期待他會來軍演 可是令大家所吃驚的 以及讓民眾 有仿佛活在平行時空 沒有辦法搞清楚你的政府邏輯的 就是說好 你先用打嘴炮去激怒對方 激怒一個你本來就視為說 你的軍事壓力很大的敵手 然後他果然被你激怒出來 他有了一些動作 可是你有的一些動作回應他 不是去升高你的防衛態勢 比如說像這樣子 一個科技公司 只不過可能是為了賣他的無人機 來賭音號賺流量的 你就讓他順順暢暢的來 然後順順暢暢的又走了 就是說你這些事情都完全不做 然後講一大堆很奇怪的 我們聽不懂的邏輯 你看到一個無人機就把他打下來 這有什麼關係 你就算打到的是台灣的無人機 這個也是戰地 你也是可以把他打下來 這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不能做 這個我們也不理解 然後在整個民進黨有意操作兩岸 觀光不能順利 學生不能交流 然後各方面兩岸的經貿 也出狀況的時候 你卻跟大家講說沒有 我們沒有在兵凶戰危 因為我們的軍人很需要減壓 所以我們顧力雄 還沒有接任國防部長 不到一個月 也沒有到各地先去了解一下 軍中的狀況 馬上就推出了新七項 顧力雄的新七項就是什麼 就是討好軍人 那討好軍人的目的是什麼 要不然就是說他們壓力太大了 這樣可能會爆發退役潮 要不然就是說他們壓力太大了 軍方抱怨太高了 他不得不給他減壓 可是各位想想看 你在這個時候如果用你這種新七項 釋放出來這個訊息 大家想想看那個邏輯 是不是你也給中國大陸對岸 解放軍釋放一個訊息說 對 我們現在台灣 只要一講話難聽 你們就趕快演習 只要你們演習一多 你們整天的來 台灣的軍中壓力就很大 壓力就很大 我們軍方就沒有抗壓能力 所以我們就得更放鬆我們的防守跟警戒狀態 各位想想看 我說的平行時空就這樣 我說的我們作為一般的民眾不理解就這樣 那你這樣子你不是等於給對方一個更錯誤的訊息 就等於你更歡迎他用他現在很成功的 不管是演習或者是軍事迫近的方式 來給你施壓 那你這樣子你怎麼會得到你要的呢 你應該是說對方給你壓力的時候 你馬上表示出來說我準備好了 你不要過來這樣才能避戰 不是嗎 你民進黨不是整天講說 我們買很多美國武器 我們買很多什麼 我們一定要自己準備好 我們才能夠有嚇阻力量 我們才能夠避戰 現在顧力熊的這個新七項 你怎麼避戰 這完全讓人家看破卡手 所以真的第一時間 我們大家還在研究說 他是不是唱空城記 好 假設你要玩孔明當年的空城記好了 那你背後要有空城記的背後方案 可是沒有 你說出去自由行也可以 政府主觀可以不用再營地 然後你每天也不用回報 那到最後如果發生什麼事情了 真的你沒有回報 然後這些軍都沒有回營 那你要怎麼辦呢 所以我真的很擔心 現在我覺得民進黨的邏輯已經錯亂了 真的要很小心 另外一個就是學生踢不踢正步 以前不要說官校 我們預官都要踢正步的 在衛武營受訊 在陳昊臨受訊都要踢正步 該不該 在衛生肯定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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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